最近辅助带干扰很流行啊 那么今天咱们也是尝试了一下干扰鱼 大家好,我是倔才 老规矩这一把的装备和命纹在视频最后 开局先帮中路清个线 但是哦哦哦哦 我们家的中路突然后撤了一步 就导致了我自己独自一个人吃了一个冰 天地良心啊,这个不是我故意的呀 鬼知道你会突然后撤一步 中路节奏慢了之后对面的反应也是很快 直接是选择抱团入侵我方野区 但是此时韩星已经四级 那么不用想直接反打一波 因为庄周这个英雄前期比较弱 所以先往前面顶一下 帮助队友吸收一点伤害 说人话就是打伤害我不行 挨打我是第一名 这个时候战场翻课成了两部分 我方马可波罗持续追击敌方里面方 中路那个我应该过去也没戏 而下路这个对面里面方是个残血 因为带的是干扰嘛 直接给队友发信号 不要慌不要怕直接进攻 干扰一开防御塔就是个8了 但是此时队友居然怂了 那讲道理哦 这个人头不是我不让啊 给了你机会你自己不争气 只能送你个助攻了 自己人在前期确实是越打神器 但是实际上干扰的作用主要是在中后期 因为这个赛季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上高地是越来越困难了 特别是当对面有个高地保安的时候 你像银阵光信女娃周瑜王绕军 这些英雄你随便来一个上高地就好难 就不知道多少次前期玩得极好 节奏飞起经济碾压 结果到了上高地的时候 对面高地保安一站出来 导致几方攻势受挫 节奏一拖再拖 硬生生把一个碾压局搞成了僵属局 到了最后心服气道之下 一波团战失误 被对面来了一个团灭 搞了一个翻盘 我就问你气不气 但是今天 不要紧张不要慌 干扰一带谁也不爱 干扰一开跟防御塔说拜拜 此乃居家旅行 越塔强杀之必被神器 像这里一波越塔强攻 武则天都是懵的 你以为防御塔下就会很安全吗 不不是这样的 中路一换三之后 敌方队友支援已到 这个老胡子啊老胡子 你绑谁不好你要绑我 你当装装那个霸底是假的吧 那既然如此 来都来了那就别走了 不用穿插普攻 黏在老胡子屁股后面 一发A技能配合队友 送兄弟上路 中路继续抱团 敌方局右金突然有点上头 一发A技能上前 你是准备一打三吗 那没有什么好说的 配合队友直接带走 这一把对面的中路武则天 多多少少也算半个高利保安 你玩其他辅助 带其他技能的话 拿这种英雄可能没什么办法 但是有干扰 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 但是有一说一 干扰这个技能吧 有利有弊 因为干扰属于那种 你像我这一把 好几次我开了干扰 对面的防御他已经作废了 但是队友就是不上 而关键的是 配合这个东西啊 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你一个人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只能是多发信号 但是抛开这个不大不小的弊端 干扰这个技能其实很强 那么第一个前面说了 能解决这个赛季的上高低问题 第二个 前期越打长杀可以建立一些优势 第三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现在那个干扰 对几方防御塔也可以放 简单一点说 就是放给对面防御塔的话 对面的防御塔作废 6秒钟之内不能攻击 而放给几方防御塔 可以让他无敌4秒 而且攻速翻倍 也就是说 这还是一个手塔神器 所以你看 当你放节奏好的时候 你干扰一带 对面的什么高低保安 这种直接作废 毕竟想当高低保安 你得有高低让你守啊 而一个干扰 可以让你的高低直接报废 对面想靠着手塔 来获得喘息时机 想以此把经济给拖起来 这个想法想的挺好 但是面对干扰没得用 所以你放节奏好 干扰可以让你放的节奏维持下去 不容易被对面手塔给拖垮 而当你放前进没节奏 需要扣着手塔维持生活的时候 干扰一点防御塔4秒无敌 不说多了 最起码能守一波兵线吧 而干扰的CD60秒一个 相当于是两波兵线一个干扰 就这个情况 只要你们这边不浪 想守个塔 多个经济分分钟的事情好吧 但是最后 很多辅助不适合带干扰 举个例子 你像是流扇 流扇看起来应该是很契合干扰 但是实际上流扇腿短啊 带了干扰之后 特别容易被封针 毕竟流扇是主打控制 你控不到人有什么用 而装周不一样 装周几乎是全身霸体 带治疗带晕穴 带终结都行 那既然如此 何不大概干扰呢 干扰对于团队的作用更大 可攻可守他不像吗 那么名文是宿命虚控调和 装备是胜率最高那套 三连走一走 活到99 关注来一波单车面膜通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追财 我们下期再见